针对高庭的裁决 纳吉的辩护团队 在12月2号开始的自辩阶段 暂定将会传召11名证人来上庭共证 而证人的名单不排除会陆续增加 纳吉义马案首席辩护律师丹斯里沙菲宜 今天在法庭外围召开记者会指出 尽管他们尊重法庭的判决 但是依然感到失望 因为他们提出的论据 理应获得更全面的看待 他也重申今天的判决都是道听途说 无论如何辩护团队尊重裁决 但是会继续抗辩